而在疫情逐渐趋稳之下各地开始来评观光 花林县长许真卫昨儿傍晚是来到了玉里瑞瑞两大温泉区 要为花莲太平洋温泉记来进行点灯仪式 迎接即将到来的温泉记 花林县长许真卫以及观光处长玉里镇长瑞瑞乡长 分别在瑞瑞以及安通温泉展区 为即将在10月2号登场的花莲太平洋温泉记 全台场域最大并且唯一双光影展区进行点灯 透过建制璀璨光影的布置提供游客夜间漫步好景点 双展区所设置的璀璨艺术装置 以及沿街道路缤纷灯笼 让花莲南区充满浪漫的光影魅力 尤其是在10月2号到10月30号 我们太平洋温泉记英雄美人双拳灼暖 在10月2号来展开 温泉记活动特别以英雄美人双拳灼暖为主题 瑞瑞英雄汤有黄金汤之称 是全台唯一的碳酸盐泉 安通美人汤被誉为花莲八井之一 是弱碱性的硫酸盐泉 许正卫也提醒来花莲泡汤 也别忘了蜜香红茶跟鲜奶 还有金针以及其他农特产等来访的游客 尝鲜跟品味 所以在此次我们建设了两个灯区 还有把野溪温泉也纳进来 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 花莲的安通温泉以及瑞瑞温泉区 花莲观光处也相当欢迎民众来访 花莲温泉区享受泡汤 以及放松深信的旅程 一次体验金汤银汤的双重享受 更多的旅游资讯详细活动办法 以及温泉相关的旅游预约 请锁定花莲的观光资讯网站 记者高双双玉里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